欢迎您继续回到节目现场听海音说故事 许多父母亲都会帮家中的新生儿存齐带血 却是很担心有一天万一自己的宝贝罹患的疾病 无药可医时可以派上用场 但是呢在十年前刚刚引进台湾时 却是连医界都有反对的声音 只有一个人立抗反对声浪 认为齐带血干细胞绝对是这个世纪最重要的医疗资源之一 这个人就是张修刚 他是国内齐带血银行教父 靠着白手起家 现在呢却是亚洲唯一 获得全球最高标准认证的齐带血银行 带您看看他的创业故事 我们当初以为是一般的演技而已 不然就是送一般的演科诊所这样子 那下午他就打电话来了 他才发觉是学那个白血病 我有一张是抱着 下一次在那个当初前那一边 其实我在找那一张的时候 我心中会觉得说 我这次抱最后一次 可能我明点过年就再抱不到 陈小弟弟一岁三个月时 罹患急性骨髓性白血病 陈爸爸原本万念俱灰 但透过齐带血公库配对移植 而18天后 陈小弟弟开心庆祝重生 而他是来自大陆徐州的张小妹妹 八岁被诊断出血癌 三次化疗之后一再复发 卧病在床 但后来靠着台湾齐带血 现在已经可以开心上学 一个个齐带血移植成功救人的案例 幕后英雄除了第一线的医疗团队 就是他张修刚 推动台湾保存齐带血的领航者 一台台液化蛋储存槽 保存了3626个干细胞 会在台北冗总的齐带血实验室 一共有11台像这样全自动电脑控温 造价千万元的储存槽 将5万个齐带血干细胞 安稳地保存在零下196度的环境中 由张修刚打造的齐带血银行实验室 和全世界最大的美国纽约血库 拥有同等级的专业设备 更是亚洲第一家获得全球最高标准的 细胞治疗认证协会认证 总是冲第一 总是要求完美 因为外表温文如雅的张修刚 其实有个很阳刚的绰号叫做坦克车 高中和大学的时候喜欢踢足球 而且一定要拼赢 所以同学都给我全个绰号是坦克车 球场上冲锋陷阵 张修刚想要赢 在学业事业上更是如此 绰号坦克车的张修刚 在商场上也是勇往直前 他打造专业的实验室跟自动化储存槽 用行动来证明保存齐带血 对于医疗上的贡献 现在他所领导的齐带血银行 除了台湾 更在香港 澳门 泰国 还有美国布局 已经成为台湾第一家 跨足海外的齐带血银行了 继续我们再来看张修刚的故事 从小家境辛苦 张修刚争气地考上父亲所期待的第一志愿 北医药学系 也许是穷怕了 他很早开始盘散自己累积人生财富的方程式 毕业之后不跟一般同学起舞 安稳地去当医院药剂师 而是立下志愿要开一家属于自己的药房 30岁张修刚开始经销药品 35岁白手起家创立大药厂 10年前在大家还搞不清楚干细胞的年代 他率先创立了齐带银行 当然也有一些学者专家 或者是医生他们反对 他说哎呀这个干细胞将来的来源还很多 那假如你发展了新的技术 那不一定要用齐带血 总是以为这好像是一个新的行业 但是由这里面充满了想象空间 但是也有可能是一个没办法实现的梦 甚至可能是一个骗局 但是齐带血 它里面含的干细胞 是这个世纪 21世纪未来2 30年 以后发展的重要医疗的主流里面的一个 最原始的资源 不顾一届质疑 张修刚毅然决然跳下当时陌生的行业 没有父爸爸支持靠着自己白手起家 但张修刚坚持 品质和技术都要走在尖端 像是保存的血带 坚持不用一般成本只要7块钱的试管 而是选用1000多元的专业血带 还有一台1000万的自动储存槽 张修刚透过认证 让实验室品质永远处在高战斗路 所有基带血的相关的认证 还有基础的认证把它做好 平均两三个月就有一个专业的 外部集合团队来机查 那这样就维持着我们整个实验室的水准 永远是在一个高水准 随时备战的状态下 坚持高标准 最辆坦克车在其代血银行界 逐渐开拓出一片天 10年前曾其代血的数量 只有出生率的1% 大约1000多个 但现在已经高达10% 全台累积5万笔资料 张修刚更进军香港 澳门 泰国 还有美国 成为台湾第一家跨足海外的其代血银行 还计划在2015年前 将触角延伸到东南亚及日韩等国 并且在美国团状布局 同时它也跨足疫苗产业 和新办膜及血管组织库 在生计领域快速成长 我们就像坦克车一样 在这个领域里面 做比较快速的扩张 但真正让张修刚欣慰的是 让从前被宣告绝症的家庭 再度找回欢乐 台中的陈小弟弟 他用了其代血遗址 那他从他本来的血癌 变成获得治疗 他爸爸妈妈看到他爸爸妈妈 抱着他那么高兴欢乐的样子 那真的是感觉我们做 做这个脊带血的储存的服务 真的是蛮值得的 在当初甚至还有医生反对 因为他说你在骗人 纯脊带血才用到机会很少 好像打了一个新科技的样子 好像要呼隆社会大众 事实上不是 因为我们看到除了脊带血 它今天的indication 现在的适应症以外 未来这干细胞营用的空间 比现在大得太多了 脊带血保存并不是20年的事情 应该是60年80年 我们年纪越大的时候 越需要这干细胞 身体一定是不可命 人家要衰老 那有些零件旧了 功能差了 要换零件 那去哪边找 如果当初我留下一些材料 就可以来 就可以有机会来补 让纯脊带血不是一个剂烟 它变成是一个 很有用的肌力 目前全球旗带血存户 一共一千万笔 但只达到需求量的十分之一 成功移植的更少 全世界只有16000例 还有上亿家庭 期待着这小小一盒 25cc的旗带血 要延续生命 如何将上天送给宝宝的 第一份礼物好好保存 成为张修刚 这台坦克车 继续往前冲的重要使命